2024长耀杯国际公益篮球邀请赛 10月6号到10月20号在新庄体育馆及南山高中两地同步开打 赛事为期15天总计95场次比赛 10月20号在新庄体育馆进行决赛 第11届长耀杯可以说是一个国际公益的篮球比赛 它要把日本、韩国、澳洲、美国 七个国家的所有的最棒的球队 找来跟我们新北市以及国内最棒的高中篮球队 来做一个国际性的高中篮球比赛 新北市长侯友宜出席赛事记者会表示 长耀杯到今年已经迈入第11届 今年总共邀请33支队伍参赛 有7支来自日本、韩国、美国、澳洲的国外队伍 赛事张力及精彩度更胜以往 欢迎大家前往免费观看 一起为选手加油 比赛已经在进行当中 10月20号之前 还没来新北的新庄体育馆 或是到蓝山高中观赏篮球比赛的赶快来 侯友宜市长除了感谢创办人 长耀建筑机构董事长谢建国 长期持续对基层篮球运动的付出 同时勉励所有参赛球员 延续谢董事长办理公益篮球赛的初心 共同推展篮球运动 一起发掘更多新北篮球明日之心 记者胡宇轩领口采访报道